我们说了 我们发展一个参数 我们发展一个参数 我们用这个参数要干嘛 我们用这个参数要找出来说 我在进行一个process的时候 我最佳的状况会是什么 我最好的状况会是什么 什么叫最佳的状况 如果我这东西是对外做工夫 我需要怎么样 我要会做最大的工 如果是外界对内做工的话 他需要的工是最少的 这就叫最佳的状况 如果是输出 要输出最大的 如果要付代价 要付出代价最小的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一个最佳的状况 那antropy这个参数 antropy这个参数 可以协助我们做这件事情 可以协助我们做这件事情 那怎么做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做说明 我们看example 6.3 他要evaluating the minimum serratical compression work 他要evaluate the minimum serratical compression work minimum 所以我如果是compression 就是minimum 如果是expansion 我要的是什么 maximum OK 我要的是maximum 好 我们现在看这个例题在说什么 这个例题在说什么 我现在有refrigerant 134A 这个简单图画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把它表达在我们的ts diagram上 大家 其实ts跟pv diagram 哪一个diagram比较重要 ts 相对来讲 相对来讲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process 画在我们的ts diagram上 所以因为我有face change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画的就是什么 我的saturation line saturation dome OK 我initially呢 我的initial state 我的initial state 我的initial state呢 我是一个是这个zero degree c 然后我是saturated vapor 我是saturated vapor OK 然后我的final state 我的final state 我的final state呢 我是这个七个 0.7个NPA 0.7个NPA 然后呢 只有这个0.7个了 它后面没有别的条件 然后这个过程呢 是adabolic 好 那这个过程呢 我们是adabolic 我们这个过程是adabolic 好 那我现在说了 好 我这个过程 我们很明确的知道一件事情 是在外界以做工的形式 提供它能量 让它压力上升 好 让它压力上升 是这么样一个过程 那我要问的是 做的walk最小是多少 做的walk是最小是多少 所以我们还不知道 它的final state是什么 它的final state跟什么有关 跟你输入的工有关 我们把式子写下来 u2减掉u1等于q减掉w q是等于0的 ok 所以当你w在变的时候 你的u2怎么样 会变的 所以你的final state 还不知道 你的final state 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从这个式子 从这个式子来开始 所以我们的w等于什么呢 u1减掉u2 这是会是一个负的数值 因为你看这个图 你就知道我是compress 所以我能量是进去 所以呢 我的温度会上升 我的温度会上升 我会上升到另外一个state 2 我会上升到一个 我会上升到一个 上升到一个state 2 是另外一个压力 会上升到一个state 2 当然我的internal energy会改变 好 那我们现在算一个minimum 所以我们为了表达方式 比较exactly一点呢 我们用正的数值来处理 会比较容易表达 所以我们说了 我们w的绝对值 我们w的绝对值 等于u2减掉u1 ok 我们要minimum amount of compression work 我们知道它是负的 所以我们加上一个绝对值 所以我现在要找什么 我现在要找w的minimum 这是我要找的东西 这是我要找的东西 那我们把这个式子呢 wminimum等于什么呢 等于u2的minimum 减掉u1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讲 我们要找u2的minimum 好 我的到最后 我final state的这个 我final state的这个 这个 我final state的时候 我的internal energy要越低越好 那我需要的工作越少越好 那这是first law 好 那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可以用的呢 是second law 好 我second law说什么 s2减掉s1等于sigma 然后它必须是大于等于零的 好 我的s2减掉s1是等于sigma 它必须是大于等于零的 好 这里不必加绝对值 好 因为这个过程之中 一定有entropy production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如果我们去观察一下steam table 去了解一下它的一个概念呢 就是当我u2增加的时候 我的t2会增加 那我的s2就会增加 OK 所以我的u2的minimum 基本上imply是什么 我的s2的minimum 所以我要找什么 我要找s2的minimum 我们知道s2减掉s1等于sigma 这必须是正值或者是零 所以s2等于什么 s1加上sigma 所以s2最小是多少 它是等于零 它能不能是负的 不能是负的 所以它minimum情形就是说 我的s2是最小 等于s1 所以那我现在state2是什么 我state2 我的state2是什么 0.7个mpa 那我的s2 s我加个s anthropy不变 等于sy 你从这个tablea-12 你可以找到 这个你从tablea-12 去查steam table 你可以找得到 说这个s1 从tablea-12 你可以找到是0.9190 kilojall per kilogram per degree k OK 那这是在零度c的时候 零度c的时候 你可以找到它 那再来呢 fromtablea-12 fromtable 同样从steam table 我们一样是0.7个mpa 那我的s2是等于 我的s是等于这个 我s是等于这个 0.9190的时候 那我可以找到我的t2 我加个s s2s 我可以t2s是等于38.3度c 那我可以找到u2s是等于244.32 OK 那我的work 我的work呢 我的work呢 是等于u2s 减掉u1 所以我可以找到我的这个 这个w的minimum 就等于17.26 OK 这就是我找到我需要最少的工 我们现在来看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看这个图 我们现在看这个图 所以这个是我最好的状况 这个 在这一点s2s 这是我最好的状况 这是我minimum 那我真正在compression的时候 我需要的工一定比它还大 比它还大 我进去的能量会比较多 所有的温度会比较高 所以会跑到这条线的右边 所以基本上entropy告诉我一件事情 我要进行一个process 我的entropy不能减少 entropy等于0不变 是我最好的状态 是我最好的状态 那个entropy等于0不变的时候 它会需要最少的工 也会送出最大的工 所以entropy等于0 entropy的改变等于0 就是我们要寻求的最好的状态 如果实际的过程 entropy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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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walk增加了 我walk增加了 我walk增加 那增出来的walk 那个能量是不是消失了 不是消失了 它到哪里去了 变成物质的一部分了 所以你需要耗费比较多的walk 来增加它的internal的simal energy 如果你的process是reversible的话 你只需要少一点的walk 就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就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所以这是一个evaluating minimum theoretical compression walk 那我们可以来讲 譬如讲说我们讲一个steam turbine 或者讲一个gas turbine 我们讲一个turbine 我上面有东西流进来 我下面有东西流出去 然后我多余的功就是我的walk 所以这walk计算很容易 就是h1减掉h2 那我问他说 h1 w最大是多少 w最大是多少 就是wmaxima 等于h1减掉h2 就是如果我的state1到state2 esentropic 是entropy不变的时候 我会输出最大的功 我会输出最大的功 所以一个概念 一个概念 我entropy 我entropy production entropy production 它造成的效果 就是什么呢 我要消耗更多的功的输入 OK 那对一个功输出的装置来讲 entropy production代表什么呢 我有一部分的internal energy 我有一部分的simal energy 没有办法拿出来变成功 能量并没有消失 能量还是conserved 能量还是conserved 那这个呢 是我们介绍这个6.3这个例子 不要忘了 我们现在开始把前面热力学第二定律 要干什么 一个一个都给各位一个答复 我们说热力学第二定律 要来evaluate我们一个component 或一个cycle的最佳的performance OK 这就是它的方法 这是它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来看呢 这个课本的下一个章节 谈的是6.7.4 6.7.4 我们谈的是这个6.7.4 6.7.4是在说什么呢 它基本上在说是close system entropy rate balance 好 我们谈的是这个 谈的是一个rate balance 那我们前面讲的式子呢 基本上是一个 是一个是一个control mass 还有一个study 一个study state的一个case 那如果我们要考虑rate balance的话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说 我系统里面entropy的改变呢 就等于我的heat transfer rate 上面打一点 下面除以tb 加上sigma production 这边这个entropy production rate anthropy production rate